赵敏死后 张无忌周芷若合创了一门学功 惹得后世江湖纷争不止 戏看过金庸武侠著作的读者会知道 金庸能将角色塑造得极其真实 让人看了赌信不疑 金庸之所以能让书中的人物角色悦然之上 除了他的文笔功夫如火纯情之外 金庸描写人物还有一种细致入味的特点 不过细腻如水的金庸 也有故意含糊不清的时候 尤其是当著作即将完结之时 那些主角们的去向更是扑朔迷离 惹人浮想连篇 身为以天图隆记的男主角 张无忌最后带着赵敏去了哪里 张无忌的伴侣到底是眼成似水的赵敏 还是妩媚动人的周芷若 对于这些问题 金庸故意只字不提 正如他在后继里所说的那样 原文里留下了大量的空白 工读者们自行发挥想象而不足 话虽如此 读者们依旧可以根据原文里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去窥见张无忌的后续动向 有意思的是 金庸本人也在原文的末尾写了一段话 算是给张无忌的后续动向给了一些线索 金庸却道 张无忌最后与赵敏前往蒙古 从此不回中普 但如出现其他污染因素 周芷若可能去蒙古找他 他可能和赵敏同去波斯找小赵 可能为了明教而不得不独自回中普办事 尽管张无忌有多种发展路线 但从张无忌他那优柔寡断 毫无主见的性格来看 他不但娶了赵敏 还将周芷若纳为偏方 最后因为明教发生变故 不得已优待的赵敏 周芷若赶回了中普 原来张无忌退出明教之前 虽然将教主之位传给了杨潇 但杨潇如何会是朱元璋的对手 朱元璋城府极深 他将张无忌逼走之后 更是不断招兵买马发展势力 待朱元璋女仪丰满 他早已筋飞袭底 而金庸也在新修版的末尾 再一次提及了朱元璋 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 开始残害明教的功臣旧将 明教在朱元璋的围追堵截之下逐渐示威 听闻明教有难 张无忌会不会挺身而出 答案是肯定的 否则金庸也不会说 张无忌为了明教不得不回中途 其次金庸的血作习惯 就是将真实的历史和武侠故事融合在一起 以天屠龙记也不例外 以天屠龙记除了有真实的历史人物 朱元璋、常玉春、徐达之外 赵明也是有历史原型的 他就是王宝宝的妹妹关一奴 原来关一奴被朱元璋锁情 最后强行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朱爽 朱爽煤火几年就魂归西天 可怜的观音奴被迫成了殉葬品 可以遇见的是 张无忌带着赵明周执若回了中途之后 和朱元璋发生正面冲突 尽管张无忌的武功很高 但朱元璋却有历史人物的光环加持 一番激斗之下 张无忌重伤之余被周执若救走 而赵明则落到了朱元璋的手中 为了救出赵明 张无忌废寝忘食 不断酸延武学 妄图自创一门厉害至极的武功 自创武学的队伍中 张无忌以九阳真经为根基 自创了一部神功前经 周执若以九阴真经为根基 自创了另一部神功昆经 张无忌赫然发现 只要将前经和昆经融合在一起 就能施展一门匪夷所思的神功 可前经乃之阳 昆经是之音 寻常血肉之躯 根本无法将至阳之音 这两门武功同时练成 然而 只要挥刀子宫变成阴阳之体 就能突破瓶颈 练成前经和昆经两大神功 为了救出赵敏 张无忌决定冒险一事 不过 张无忌的自攻之举 却遭到了周执若的强烈反对 二人随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张无忌认为 周执若明知赵敏凶多吉少 为何还要让自己见死不救 周执若则大骂张无忌偏心 眼见张无忌一意孤行 周执若一怒之下愤然离去 二人从此老死不想往来 看到这里 详信有不少读者 认为逼者在这里无言乱语 但看过连载版《笑傲江湖》的朋友会知道 在金庸最早的设定下 葵花宝典的作者是一对夫妻 原文学道 这对夫妻转作葵花宝典之时 年方壮盛 武功如日中天 反目之后 从此必不见面 而一部武功秘籍 也就分为两部 以来将那男子所住的秘籍称为前经 女子所住的称坤经 其次 别看张无忌心地善良 一旦将他逼到了绝路 他也会黑化堕落 当年张无忌将圣火令上的武功尽属施展之后 秦灵剑兽感应的张无忌 突然仰天 哈哈哈哈大笑三声 声音里充满了邪恶的味道 数年后 为了救出被朱元璋卢走的照明 张无忌走投无路之下 不练葵花宝典也是情有可原 不过 无奈朱元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张无忌功败垂成之后 含恨死去 那一部葵花宝典也更换了多位主人 由于宝典记载了许多高深莫测的武功 竟惹得后世江湖纷争不止仇杀不断 遗憾的是 金庸在写完陆顶记之后就宣布封闭 倘若他续写张无忌的故事 将以天图龙记和笑江湖打通的话 恐怕又是一部经久不衰的武侠剧作了